Touch Taiwan 2024年智慧显示展 昨天正式的盛大开幕了 昨天准总统赖清德亲自到现场 而且友达的董事长彭双亮 告诉大家说 目前面板各种应用都正在复苏当中 不止友达 群创还告诉大家 面板这次不只是春宴来了 而且还注下来了 这是今年以来 第一次面板双虎 共同跟大家对于面板的产业 注出这样的宣誓 投资人要问的是 产业不一样了吗 股价这次表现也有机会不一样吗 明哲我们请您上台来 昨天什么场合 两家的这个大厂面板双虎 跟大家宣誓 造成了哪一些连锁效应 对 因为事实上 昨天是那个Touch Taiwan的第一天 那刚刚就像驻华所谈到 那个准总统 赖清德准总统 他其实也有去参加 这个Touch Taiwan的一个展览 因此这一次在 到明天还有一天 然后在南港展览馆 那这一次的规模是有10个国家 312家的指标厂商 跟882个摊位 在这一次会参加这个Touch Taiwan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关键 当然它的那个主轴叫做 Lead to Infinity 引领无限未来 那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厂商 我们先跟大家谈 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Touch Taiwan 公布了些什么东西 包括了红彩光电 这个是没有挂牌的 那它是以胆固醇液晶为基础的一个方案 大家看到这个胆固醇 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我 但是我要先讲 它不是用胆固醇做的液晶 它只是用这个液晶去做堆叠排列 那那个堆叠的方式跟胆固醇很像 所以一般来讲把它称之为叫胆固醇液晶 那这个是一个电子纸的技术 那现在的主流大概两个 一个就是元太的电勇式 就是这个电勇式的这个电子纸 那另外一个就是胆固醇液晶的一个方式 那这一次呢 它推了两个产品 一个叫Infinity的Display 另外一个叫做Mean的Display 这就是我的那个名嘛 那这两个东西差别在哪里呢 Infinity的Display呢 它是后面有这个太阳能的发电的 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在堆叠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们都是透过那个光穿过去之后 反射的状况让你看到那个画面嘛 那因为它大概有10%到30%的光 会穿过这个所谓的液晶 那它最下面有一个所谓太阳能发电板 也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加装任何的电池 它自己就能够自主发电 所以这个面板是不用供电的 对 它是用太阳能发电的 不用供电的 没有错 这么厉害 对 然后这个MeanDisplay呢 它用的就是Mean它代表就是日跟月嘛 它简单讲就是说 在日光的状况之下 因为现在的那个电子都是这个环境光 它所能够反射让你看到嘛 那在日光的状况之下 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太阳底下看书 有时候那个反射会比较严重 那另外如果说在晚上 就是没有光的状况之下 它也可以透过它的MicroLED 达成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的效果 OK 好 这是红彩光电 但它目前没有上市场 没有错 OK 有达呢 那有达部分这次还是以这个车用 跟MicroLED的一个技术为主 我记得我们在今天年初的时候 当时CES长还讲到说 有达的那个产品 它拿到那个创新的那个金奖 因为那个时候 它是把那个画面投射在 这个所谓的车窗的那个玻璃上面 而且它是一个互动式的 那另外那个就开车人比较辛苦 那个后面有那个所谓的面板 你可饶式的可以收进去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的产品其实都运用在车用上 车用 对 那车用上面其实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我单价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对 那第二个其实车用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就是 基本上因为它跟安全 当然这个可能安全性 没有那么直接相关 但大家也都知道说 车用的这个厂商 因为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它只要通过认证 它其实通常都会使用很久 对 所以现在有达的讲说 所有的汽车大品牌都是它的客户 所以我们想象到的 不管是双B 欧洲大品牌都是它的客户 那另外群创这一次 它推出的是 MicroLED的太阳眼镜 那个董事长跟总经理 都有戴那个眼镜 那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到底什么叫 MicroLED的太阳眼镜 我不知道祝华 有没有看过那个演唱会 有时候那个都会有那个跑马灯 对 跑马灯显示说 什么张学我爱你之类的 那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显示在眼镜上面 对 那另外它还有那个 环状的显示器 那当然因为基本上 现在不是也都流行那种曲面荧幕吗 那你可以让你的视角更 这个我记得曲面荧幕当时讲说 可以让你的那个视野更开阔 而且那个眼镜会比较舒服 所以这一次这个是群创 所以环状显示器就是那种可弯曲的显示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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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大概几家重要的大厂 这一次推出的一个产品 好 这一次群创提到了说 不仅春宴来了 而且有三大春宴 很好奇哪三只春宴 那首先他是讲那个已经注下来的 是大尺寸的那个电视需求 他说电视尺寸的放大 跟巴拿马运河的干旱 造成物流绕到美东 因为之前大家其实在讲股票的时候 其实都很难很难想到说 有一天你要去精通那个 全球的那个地理位置 对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 大概两个运河 一个是巴拿马运河 就是北美跟南美中间的那个巴拿马 你要穿过去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 你可以快速去做通过 那如果没办法过 现在因为那个水量比较低嘛 所以你大型的船 如果没办法过你就只能绕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那个 宇宜战争 对 那个是苏伊士运河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走这里 你就要走下面非洲的好旺角 所以这个两大运河各有各的问题 但的确这种所谓地缘政治的紧张 或者是运河的干旱 它会让整个绕道的过程 因为我的船 我就是靠每天在算钱的嘛 所以如果说我那个航程拉长的话 当然价格会比较贵 那当然对于这个所谓厂商来讲 他们也担心说如果临时我需要 然后我叫不到电视怎么办 对 所以他们会提前去做备货 所以这个的确是有需求出来 那另外在车载的应用 车载应用因为这个群创 它的最主要车载是交给这个Car UX 这是它的子公司 那业务目前是稳定向上 营收获利都能够呈现双位数的成长 那当然事实上 群创的董事长也谈到就是说 大家不要看那个月营收 或者是短期上的营收 因为如果说以这个车载订单来看的话 是看到2027 2028年 看的时间比较久 那第三个就是还要再观察 就是第三只燕子 那目前好像有点要回来的样子 但还没有那么明确 就是显示器 那这个显示器其实最主要指的就是 电脑用的 然后monitor这一块领域 那他是有谈到说 AI笔电见到复苏的曙光 那就观察后续整体的这个状况 这三只春宴 群状在哪一部分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当然如果以过往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以这个电视为主 那如果说以车载来看的话 其实应该是友达 友达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友达 那友达这一次 彭双昂董事长谈到说 两大运动赛事对于大尺寸 尤其是65寸以上的 有特别激励的一个效果 一个奥运 所以你看其实也是一样 另外一个是那个足球赛 然后所以他谈到说车用市场稳定 然后商用跟工业用 其实有在复苏当中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 这看法是一样的 一个是AI笔电 一个是AI PC 所以他们都认为说 在整个IT市场 因为这个AI的应用的关系 所以在接下来是有机会出现转强 另外这两家公司 他们其实也同时看好 就是第一季 它就是整个面板产业的一个谷底 而且看好MicroLED的一个发展 因为之前那个苹果不是说 中指MicroLED用在这个Apple Watch上面 所以当时大家会觉得说 这一块是不是没有发展的一个空间 但是事实上双五 其实大家就谈到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苹果 因为它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那个成本会比较贵 所以的确是不太好 去做那种所谓的渗透率的一个提升 因为有东西贵 我们可能相对来讲 我就卖不动 那另外他们其实也谈到就是说 那如果苹果不做 是不是其他厂商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整体来讲 对于第二季之后的面板产业 跟MicroLED来讲 他们都是看着相对比较的关系 我们打一下友达的开线 要稍微拉长一点点 我绝对相信 不管是彭双董事长 或群创他们讲的 我也期待他们讲的会成真 但过去面板的春宴来了 春宴来了 春宴来了 我已经听到期待了好久 股价表现就这个样子 这一次能够有跟过去 不一样的期待吗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 原因是在于说 当然之前最高点 像友达最高的35.5 那个时候是因为疫情 带动了整个IT需求 所以那时候价格 整体面板的价格 它是往上去做调整的 但从这个高峰之后 你会发现从那个时间点 然后面板的报价 一直在往下去做修整 好但是最近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大概从2月底3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面板的报价 开始有出现一些回温的现象 而且就如同刚刚这个彭双方董事长 所谈到的 今年有两个重大的运动赛事 大家想说我看那个比赛 那个电视萤幕比较大 总是看起来会比较开心一点 所以的确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带动需求 对那如果说以这样来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其实面板双方还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那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大家或许觉得股价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 但至少它要大跌的空间其实也不会太大 因为最坏的状况的确已经过去 所以我觉得大家稍次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之前都开玩笑讲 那个鸿海是不动产吗 那会不会有一天突然面板报价上场 它也变成动产 所以友达跟群创 当然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如果以电视面板来看的话 群创的比重相对来讲是比较高 那如果是以车用的比重来讲 是友达是比较高的 所以整体来讲 当然之前台移电法师会有说 今年的车用可能没有说特别理想 但大家要想的一个问题是 你过去的车可能不用用到这么多的面板 对那现在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 其实我倒是觉得说 毛利率相对比较高的 我觉得应该是友达会相对比较有机会 好那群创的机会 群创过去只要大尺寸面板稍微涨价一下 然后它就动起来 没错 群创的机会在哪里 对那群创的部分 当然其实今年也这样是有车用的成长 另外我觉得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双虎都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进行 瘦身 对就是你要瘦身 就是你如果像你一样 你看瘦下来 现在又胖了 像魁国大哥刚刚说 最近是不是胖一点 的确是有了 所以我要讲是说 因为你股本太大 你原本都900多亿 对所以你说 我今年比如说我赚900亿 应该说我赚一个股本 赚900亿我赚900亿 那我现在如果开始缩减的话 我是不是相对来讲 我同样赚同样的钱 但是我的EPS其实会稍微高一点 这个其实是有利于公司的评价 不过这个部分 大家可能要稍微等一下那个减资 因为减资之后 你一张会变成这个减12% 就大概像880股 所以当然现在领股市场 其实是很热络的 但是有领股其实毕竟不太好出 对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减资的一个进度 那短信上面可以先观察 有达的股价重视 除了双虎之外 来看到TPK 对那TPK当然它其实有非常多的 这种所谓新的业务去做开发 包括了除能柜出货会超过两倍 开发激光镭射跟3D烈印 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是不是谈到红彩光电 对红彩光电 它的那个 这个所谓胆固存的电子纸 产品包括跟TPK 包括跟827的雨栈 其实都有合作 对 好来看 好久没有看TPK了 今天收36.7块钱的价位 对所以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你看这个股价 其实最近其实也都是 大概你看各期均线 其实都在35块到37块钱之间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整体时间 已经算是非常长了 那前面冲一波之后 股价出现回档 最近都是呈现一个量缩 但是整体来讲 它其实并没有说 跌到一个相对低点 大概都在各期均线 相对比较偏高的一个位置 因此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 就是接下来如果说 重新出现放量的话 那股价其实就有发动公司的一个机会 好它什么时候都能看量 接下来富彩 对那富彩 这个其实也很久没有谈到了 因为它是那个LED的公司 那MicroAD是导入到车载的应用 那它们持续是以量场为目标 5月3号会召开法朔会 当然其实我觉得 一样的概念 你说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 这股价其实也跌了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我觉得再跌可能空间上面也有限 你说要再传出什么法朔会 大幅度的利空吗 它股价都跌成这样子了 你再怎么利空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位阶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以这种所谓相对低危机来看这个股票 那风险不大 那后续我们就看 什么时候它能够把这个MicroLED的业务 转为实质的营收 当然对股价来讲 我觉得就有反弹机会 好 接着富财 最后一档台表科 对那台表科它是资本支出是6000万美元 那是跟去年是持平的 那最主要就是越南跟墨西哥 那现在有新厂要准备通过认证 那第二季起价动率会开始逐步提升 所以你就股价的角度来看 这个应该是我们刚刚谈的这五档个股里面 姿态最高的 技术面最强的 所以前面冲高之后 横盘做震荡整理 然后现在看起来又要往前高来做挑战 所以大家就以这个前高115.5作为观察 那只要能够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如果我是跳空过的 我未必要带成交量 因为我是直接越过这个价格 如果我是盘中推过这个 我就必须要去补量 它才有办法去把这样子的一个高点 去做一个突破 了解 好 谢谢明哲 请先回座 这是昨天Touch Taiwan正式开展之后 三天的时间 陆续有一些新科技要告诉大家 当然未来的春夜 群创最积极 告诉大家春夜不仅仅飞来 而且这次要住下来了 所以我期待 个股会不会跟有过去不一样的表现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最近好多投资人在问 我的ETF该不该重新检视 最近随着大盘这一波的下来 好多的ETF也都面临卖压了 但是大家都有健康的观念 定期定额 怎么买单笔加码怎么加 今天齐文老师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